我們來看一下今天全球財經焦點 先帶大家來關心 其實美元指數是有稍微的轉強 農作物的部分價格穩定 能源石油跟天然氣都下跌了 貴金屬的價格也下修 中港股市的時候是持續維持了一日行情 我們繼續邀請到了 芝加哥傷害教育所的講師王好明老師晚安 老師 美股在稍早開盤 今天我們還是要先關注一下美股的表現 今天看起來四大指數是漲跌固件的 看完重點 幫我們時間交給你 我想今天美元的強勢當然就拉低了 所有的風險性資產 不過我覺得這個對美國聯準會而言 算是政策達標一個非常重要的目的 所以我們看到物價真的就下來了 特別關注兩件事情 第一個小麥 小麥現在一桶來到739 距離高點已經越來越遙遠了 所以我們覺得物價算是控制的 蠻精準的 蠻不錯的 另外一部分就是石油 石油今天跌到75.72 距離昨天昨天82塊錢 今天75 所以中間價差差不多是 7個百分點到8個百分點之間 這也讓未來消費者在享受 慢慢被控制住的物價上投 我覺得這是對消費者是一個福音 那麼天然氣在持續下跌當中 也讓歐洲讓這一波的通貨膨脹 稍微又得到一個緩解 所以整體而言蠻符合美國聯準會的預期 在打物價的同時也讓經濟稍微放緩一點點 所以今天整體而言可以說呈現出 聯準會想要看到的樣子 當然我們可以看到中美貿易之間 現在他們在玩兩個遊戲 一個高階的兩個要互相競爭 低階的兩個還可以繼續合作 這讓台灣的廠商目前面對中美兩個股市 其實也是蠻為難的 今天中國的股市 昨天大漲今天又大跌了 今天一天的行情馬上就過去 特別領跌的是什麼 是電動車族群 像蔚來跟小鵬 昨天漲得非常的兇 漲15個百分點 今天又跌掉3個百分點 那反而是電商族群 今天再度上漲 今年全年都在逆盤當中 包含像拼多多西城王 這兩家股市 今年中國股市算是修正非常多 可是這兩黨 今年都還可以上漲30個百分點以上 所以這也讓台灣的很多廠商而言 可以依照這樣的發展模式 去找到很多合作的機會 我覺得這是可以去觀察的重點 那反過我們來看歐美股市開盤之後 都在這個因為 美元升息的關係 做讓這個 目前歐美的股市稍微下修 大概0.5個百分點上下 都沒有很明顯的行情 今天波動算小的 那這個目前 不管是科技類股也好 傳產也好 大約都在0.5 0.3附近 所以不是特別明顯 那所以我們從個股當中 可以看到一些產業特別有發展 像今天強勢族群 CME 就是老师傅的交易所 今天漲2個百分點 那另外特斯拉 昨天跌了6個百分點 今天依然在比較偏弱的情況之下 所以 美國也好 中國也好 兩個電動車族群同時下修 其實我認為 這應該不是整個產業下來的 而是多品牌一起上去了 所以 對電動車產業而言 競爭越來越激烈 那當然也讓 讓特斯拉這個股價沒有辦法 一直獨秀一直往上漲 那慢慢慢慢要把市場 share到其他公司上頭來 那另外今天比較弱的 還有META 也就是FB跟AMD這個晶片漲商 跌幅大概在1%到2%上下 所以整體而言 美股現在都在進入 迎接聖誕節前 另外12、15號還有一個FOMC 在這之前我想 美股大概不至於有太大的波動 那我們也主要還是要把目光 看看哪些族群 哪些產業 比較值得我們長期去觀察 那以上是美股的分析 我們先把時間交換蓬勒主播 好現在恐怕很多民眾也在擔心說 美國聯準會明年繼續的強勢升息 這讓台股今天的開低走低 電子全職股的部分領跌 中場是大跌了251點 大盤的表現稍微是比較疲弱一些些 倒是外資的部分回心轉移 老師這個部分是怎麼回事 我覺得這裡面有一個比較重要的地方 就是台積電 今天其實跌251點不算太意外 也不算太差 只是說我們當股市不可能一直往上漲 重點是整個交易量 價量的配合情況是不是還蠻健康的 那今天看起來外資依然在台股布局 那主要我們可以看到台積電 最近最大的新聞就是要赤資400億美金 在美國算是一個相當大的資本支出 去投資一個廠在這個美國 那也讓這個美國當然是很興奮 不過對台灣而言到底是福還是是貨 我覺得還需要做一些比較深入的追蹤 因為同時有人才技術資金的外流 那所以今天台積電跌兩個百分點上下 事實上也表達了國內的國人的一個疑慮了 因為你這麼多的資源運送到美國去 然後又把股價拉下來 然後這個美系的資金又擴大佈局 有沒有可能進一步讓台積電的股東的成分 美系的資金越來越多 所以未來有沒有萬一不小心台積電變成美積電 那個我想這個就不是我們國人所樂見 因為畢竟它是護國神山 那台積電變美積電 因為事實上現在股東結構裡頭 美系的資金的確越來越多 那再加上現在又過去了 所以我們想這部分的話 我想投資朋友要一起來關注 那我們想經濟部長他有一支出來解釋 我們相信國人的疑慮還是可以從股價上頭 可以看得出來 另外今天台灣也另外反映了中國一日的行情 因為畢竟像鴻海、鴻準、光雨 這些有在設廠在中國的 今天也跟著中國的股市稍微跌下來 今天跌幅也差不多是兩個百分點上下 所以整體而言電子股稍微比較疲弱一些些 那比較強的有哪些兩個族群算是比較值得投資朋友去關注 一個就是我們一直在提醒投資朋友的籌碼面 像是344那樣的創意 今天依然算很強勁 因為大盤跌它還可以守住在這個紅盤 另外303的智圓、8046的南電 以及303系的三星星 一直都盤踞著我國成交值排名最前面的這幾檔 那所以雖然今天也跟著下來了 但是籌碼還是相對穩定 跌幅也不中 所以我覺得這幾支股票還是值得投資朋友去關注 那另外產業方面 當然還是要看生機類股 我想這個新藥裡頭 我們今天看到莫德納要去全球發展疫苗 那台灣有參與 像是這個類股方面就表現相當不錯 像6666羅利芬KY 3176G 今天都亮燈漲停 另外3081聯亞 這個也是做疫苗的 今天買盤也大增了 今天破萬張 那股價也上漲3個百分點以上 所以我相信 投資朋友在疫苗這個族群上 一定要做一些適當的佈局 那麼個股觀察方面 我們覺得今天表現還是相當不錯 像2308的台大電 依然維持在300塊錢以上 那另外4919的新唐 這個做汽車半導體的廠商 目前為止都還是表現相當不錯 那另外我們把生技族群的 這個權重比較重的葡萄王 1707的葡萄王 也放在我們個股觀察當中 但目前現行來講 還算是相當的穩健 也值得投資朋友去關注 那麼以上是台國的分析 我們把時間交還 碰來的主播